我有吸血管的全部都紅字 好不容易有個綠色的 想說鬆一口氣 就這樣一看 這事實要一上 剛剛好及格 剛剛好 如果39就紅字啦 壞得很高 好的呢 好 那是剛剛 單膝長得單身跟穿漆 一定比例 1比1的比例 單身呢 一不僅抗腦化的作用 通血栓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牌 謝謝 雅芳 讓您健康 安智芳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芳 這兩天看了一個新聞 大家說有這麼要求 怎麼會這個藥還會出成價 我吃那麼久 那種預防的藥 不就都白吃了 這要怎麼辦 我們前幾天才討論過 怎麼會發生這個問題呢 好 趕快來邀請我們的好朋友 首先我們歡迎是我們 中醫師陳曹中醫師 大家好 好 陳醫師呢 今天幫我們帶了一個單藥 叫做布老丹 聽這個名字就覺得很厲害 一定要吃這個 剛才的古早的 臉丹不是有錢人就是豐田 豐田 現在不是豐田嘛 可以吃這個布老丹 而且可以幫我們照顧是不是 太好了 照顧那個庚 跟那個罐子座閉起來 到底怎麼樣 等一下 中西醫我們待會合併 一起來討論一下 好 接著我們要歡迎是 西方醫學代表明藥師劉伊凜 哈囉 大家好 病從口入對不對 很多吃出來 所以營養師好把我們把關一下 把關一下 對 這位帥哥來 今天有什麼重要任務呢 Paul 大家好 這位帥哥三位姑娘 也是在這之前來的時候 對啊 地方媽媽 對啊 我們收事保證耶 對啊 而且還變成她的粉絲 你到底有沒有吃錯藥啊 對啊 我今天就來問一下 不是因為你的問題是別人害你的 對啊 我就是這個乖乖的領啊 對不對 要注意啊 而且阿顧難怪都沒有降下來 有嗎 有降嗎 有降一點點啦 好 那荷包沒有降就好 荷包沒有 荷包沒有降啦 好 另外三位好朋友是我們 樹林衛生所的志工朋友 大家好 歡迎你們三次來參加 說到那個罐子 你們有種別嗎 有在吃嗎 沒有 但是他們今天會分享 他們周邊的好朋友 家人 看這個新聞反應是怎麼樣 好 不過我們先來看這個數字 是 前些時候我們邀請到洪蕙峰 心臟民意洪蕙峰主任 跟馬西平老師 來上我們節目 是 我們當時就說 這個專業保證公布最新數字 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心血管 那個肥瀏 血脂的問題 肥瀏 血脂太高了 吃那個油 這是健保肌腹的藥 竟然已經拚過了 那個降血壓的藥 他現在已經要第一名 第一名降膽固醇 我想說那麼多人在這裡 結果沒幾天 竟然報這個新聞 就是降血脂的藥 罐子鎖 裡面有尾藥 就直接跟價格的產作會 這樣錢也是一樣開對不對 對啊 而且重點是 你會相信那個醫師 你會相信藥師 怎麼拿了以後 居然是假藥呢 對 不過這個 真的要謝謝社區的那位 是藥師嘛 藥師 藥師發現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風險真的高 尤其是如果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剛好發生在冬天 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冬天其實是心血管疾病 耗發的季節 對 我們每次都叮嚀我們的一些 就是有三高的病患 或是有高血脂高血壓病患 其實我們都叮嚀他 每天要吃一顆藥 那照道理說這個藥效 如果是真的是 真的是正常這一顆藥的話 對 它的藥效成分是很好的 你看他說 它的用途就是降血脂嘛 降血液中的壞膽固醇對不對 而且它可以增加好的膽固醇 優點 每天一顆連吃一個月 壞膽固醇可以降 可以降40% 所以你有沒有降40% 我有吃啦 但是還好我不是吃的是冠實妥 你是吃另外以前的 另外以前也是以前的 你以前的藥局裡面拿的 所以我想說應該比較適合 可是這個假藥後來發現 它可能只有大概10%到20%的 一個效果而已 它也不是說假藥 它應該是說以前的藥 它效果可能沒這麼好 對 所以它現在變成說 但是如果它賣出來的價錢是一樣 它就是暴利囉 對 但是效果沒這麼好 我今天不管價錢或是我們在講的 對 我覺得是對病人來講是一個風險 就是表情不少 真的 是一個風險 因為今天如果你血管收縮 你中間很容易就是造成心肌梗塞嘛 那你吃了藥可能效果 都沒有那個效果出來 而且這個變成說 病人會懷疑說 醫生你開的都沒好 有怎麼吃好了 沒好就沒吃 對 而且這就是賣家 就增加我們其他 譬如說肝臟什麼負擔就賣家 結果不是因為它的成分 有跟人偷工減料 因為我們這個藥一定是要照標準的藥簽 做出來的藥 因為它就是地下工廠做的 對 因為它本來的這個公司 它不可能做這個價的藥 因為它就是地下工廠做的 譬如說過去看有一個影片說 一些米蘆 問名的米蘆結果是地下工廠做的 但是那個東西 是應該加醬汁 也不是剩米蘆啦 脫工減料 對啦 那問題是說 在現在法規裡面 完全有說尾藥 對 尾藥那是沒有拼一個藥 那是沒有拼一個藥 所以說它發生的問題 頭一次你去批他就沒問題 這個好像現在是在醫院拿的 沒有問題嗎 三個月的連續處方簽 一次只能拿一個月 一個月 對 所以你第一個月 其實像蔡醫師講的 在醫院拿 第一個月是沒有問題的 但第二個月今天就會在 第二禮拜 第二禮拜 那些藥下去藥極體 結果這個藥 雙眼也很難 看這個怪怪 這個雙眼不一樣 他就像這個藥 送去專攻室去驚討 對啊 真的是好 真好心耶 對 可是我說真的 我長期處方簽 我是第一個月 第三個月 也都是在外面的藥品 是啊 所以因為你會方便 你會方便對不對 而且說實在 像它這一種其實很難分辨 而且像吃這種藥 通常年紀都會比較大 眼睛真的沒這麼好 所以他會覺得 真的就這樣吃 照這樣吃 好 我們來注意一下 現在是說相關單位說 這個是MV503的 這個批號出來的才有狀況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 昨天還跟我們同事在討論說 這個是降血脂對不對 那會不會很多藥 當然我是沒有正向去思考 我就另外一個想說 這會不會是很多藥的冰山一角 這就真的要延查 對不對 這是外藥 假藥 對 對 現在也是要教他 我們觀眾不用教他 說怎麼正式 我們來分辨嘛 知道嗎 昨天我大哥也在吃這個藥 他說 曹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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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是真假的 我在錄的時候是3月 我們今天3月7號 3月6號的時候 對 他跟他說 你這個 我把他拿起來 他這個批號正常有一個 你說我這張是 我這個是MK MK966 他這個是 你那也是貫子 他這個是MV503 這就是尾的 其實是 盡量的工廠 地下工廠做的 所以這不是說 他這個批的 批的藥 問題是 地下工廠做的 要來漁木混租 所以他那是價格藥 他不是真的 對 當然說 我們的政府政府是說 這個藥 它是另外一種興奮 我們在吃降血脂 還是 畢竟他這個 偽造的所在 地下工廠做的一些 衛生的標準 還是優勞的控制 你一個沒有辦法 還是要控制 所以藥不是食品的 食品吃下去 我們又吸下去 沒牌就沒差 但藥就是藥 藥有很多 它是要去治療的目的 一顆小藥丸 是經過的時候 花費十年才研究出來的 對不對 再來 包裝的 包裝看 這就是你差不多說 包裝比較不好 包裝 這應該是一般人看過出來 如果沒有比較的話 你看真的跟假的 都是黃色 你看真的好像比較淡 這個是比較深 這個如果吃完就把它丟掉 你會跟前面那一包比較嗎 不會 所以其實這個是真的 不是 而且有時候我們會自己以為是說 這個可能每一個批號做的 有點色差 我們會照顧是換那邊的 白一點 不過當然了 現在是政府也會教大家說 怎麼樣去分辨了啦 可能是我們家裡都有人在吃 所以基本上會怕 重點是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老人家那個 入色不好沒辦法辨識 第二個如果他說 本來是 雖然是只有10% 40%變10%對不對 我吃吃的說 燕燕說 怎麼可能沒效啊 我醬血脂沒效 我就外吃 整齊外吃 這樣更糟糕 對 因為覺得說好像沒有效 可是要說 其實你是吃到不好的藥 所以讓你把整個這樣不吃的話 其實這樣狀況更糟糕 所以我感到說 這個是非常敗壞的地方 不是說 反正不是壞的東西 所以沒差啦 這是千錯萬差的概念 本來是實際的問題 大家都在擔心 現在又有藥的問題 就連藥的問題 好 現在所以我要請 連藥也這樣子 真的很恐怖 那藥是要用來救命的 那現在如果說 反而是沒有 應該為蒙其力 先受其害 也不是說害 就是說它的成分是不實在的 那我們請陳醫師 給我們一個結論 那我們觀眾朋友要怎麼去 不要吃到胃藥 剛才是說你要拿藥的地方 一定要在 譬如說鼻衣 還是藥局 你要說說 對 如果真的要這樣說 大家都不敢去藥局客 對嗎 會不會這樣子 對啊 不是 那是說有藥書 他發言說這個價 所以他快去舉報 當然 市民上流動的東西 可能也是要還有一些 那個皮 所以我們要注意說 我們這個皮 像這個MV503 要注意這個消息 而且據說那個商人他怎樣 他不是這個跟 真的跟尾的混在一起嗎 他不是說這筆整個出去 真的假的這樣子 對 搞不好一個藥局裡面 真的假的都會有 對 他混在一起耶 同一個藥局 所以說這就是 這就是不良的藥商 這就造成社會的紛亂安排 可以讓我們的健康 所以我們拿回來的時候 一定就要去信用 還是說知名度比較高的藥體 或是說像有一些藥局師那一種 就是真的有藥師在指板的 不是藥局 不是都要有藥師嗎 規定就算規定這樣規定 健保局有那個 對 它有什麼健保的圖案 健保局的圖案 你們去買藥可以去注意嗎 最久以來就算藥師了對不對 對 不知道是不是對不對 是嗎 醫體那這要怎麼注意呢 第一個呢 通常如果藥師的話 藥局通常會批個白袍 第二個就是像我們一樣 是藥師其實我們是屬於醫技的 那醫技的話我們有職業的證照 然後職業證照的話 我們通常會 像我們如果穿白袍 可能會掛在脖子上 有一張職業證照 然後如果是藥師 有可能也會夾在他的那個 就算他批白袍 有的人他真的是假藥師 批白袍也不算 他的職業證照 他會在他的那個口袋上面 他會夾著 有一張那個小證照 那個是職業的時候 你一定要戴在身上的 是喔 意思的就是一個 所以白袍還不算 就是要那個證照 那個證照 他就對了 醫生的情就對了 這一家藥局是有藥師 然後這個藥師正在服務你的 你如果你要拿藥 拿慢性病的藥的話 這個他都要幫你確認 他有一個藥師的職業證照 中醫師也有 營養師也有 醫師也有 醫師的人都有一個 都有一個職業證照 就比名片稍微再大一點 你看得到 他會通常會夾在白袍 你們平常時間有看得很清楚 沒有 我只喝那個健保機 你看那個健保機 那個我們就 就相信那個 就信任這樣子 對 對了 還是讓大家多了解一點 那我們自己也會有知識 保護自己 不過真的非常謝謝 那一位社區藥師 對 藥師 藥師 這個應該要給他辦 要給他獎金 對不對 應該要將金肉給他鼓勵一下 對不對 像這樣子把它揪出來 也是應該說救了很多的人 對 但是我們講 最近天氣變來變去 前幾天看到一個新聞 真的覺得很難過 一個單親爸爸 對 一個人身兼素質 結果要出門的時候 又跟他們女兒說他太悶了 就出去之後就沒有回來了 那這個心肌梗塞 這種漢式怎麼樣去預防呢 不老單 是不是真的能夠派上用場 等一下告訴你 觀眾朋友 你吃醬血脂的藥 剛才說過的時間 破其實有很多的問題 他的問題有可能就是你關心的 對 因為我看到第一名是這個 醬血脂 所以應該很多人都在吃 所以我在吃這個醬血脂的時候 會不會有其他的副作用 比如說引起什麼其他地方的病發症 你說有5%的人會腰症 對 跟那個腰症背痛或肝或腎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其實也有一點 對啊 因為常常就容易說 吃完以後特別會有 我們吃人的體質不一樣 有人會吃到比如說 你吃那個油 還是說我們這個罐子 我有去瞭解 因為我們大家有在問我 我也瞭解 有人會吃到血糖的身高 血糖 對 有人吃到 他的這個糖 那個有這個甘子素的身高 所以一般吃這種油 雖然效果不錯 但是你要緊急做體檢 比如說吃一個月之後 看你原來的素力有改變 如果有改變的時候 如果覺得怪怪的時候 要跟醫生說 幫你換一個藥 比較不容易拿一下 所以等於是要定期追蹤的意思 看其他有沒有病發症之類的 所以說他有一點病發症的副作用 我們定期追蹤 這樣就沒事 所以這就是慢性的處方簽 你吃一陣子就要去抽血 看看有什麼變化 如果這樣的話 醫生就換開其他的藥就對了 其實你抽血有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知道你這個藥 對你來講有沒有效 因為其實降血脂的藥有好幾種 所以醫生手上的無效 哪一種對你有效果 這只是其中一種而已 所以看看有沒有預期 像藥效講的 比如說他剛剛提到 一個月要降40% 對… 那你不可能只有降10% 你好歹也要30 40嘛 對不對 對 然後第二個抽血 就像陳醫師提到的 抽血的目的就是要讓你看看 是不是有對肝功能有標高啊 或其中 然後或者是像 我媽媽之前吃這個 降血脂的藥 她會覺得晚上的時候 她就睡不好啊 那吃了一個禮拜之後 她就覺得那個藥不適合啊 她就要去換藥啊 那換了藥之後 她就覺得比較舒服 那其實抽血啊 或者是整個去做檢查 你其實三個月 兩個月到三個月 一次的抽血檢查 簡單的 其實你就可以看出 這個藥對你來講有沒有小 我真的補充一下 因為之前 那個醫生開給我 另外一種降血脂的藥 我吃完以後很容易頭暈 然後三個月後 他三個月後就是回去 他就一定要抽血嘛 抽血後 也跟醫師報告這個狀況 他幫我改開個藥 持久好很多了 那你滿厲害 你撐很久耶 你撐三個月 你應該是… 沒有 那個時候想說 可能是剛生小孩的問題 沒有 有這個的醫生都跟你說 吃這個藥 有可能會怎樣 你自己注意一下 有這個醫生就跟你說 好 那我知道 如果你真的需要吃這些 慢性藥的話 那也不要排斥 找到比較適合自己 還是聽醫主 你如果是說你怕 你不要吃藥就趕快 融合性是更危險 反而更糟糕 我就說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到那個問題 你就要趕快保養好 就有體嘛 對不對 那不要因為看到這個 音業廢食 就好 不要吃降血脂 這樣不行 但是吃藥之後也要保養 對… 就像很多人他會誤以為 我今天已經吃藥 我就可以大魚大肉 然後喝很多酒 對 然後反而它的效果不好 不是在於你吃到偽藥 是因為你的飲食 生活作息不好 所以有人就是說 你吃這個藥下去 應該要一樣了對不對 對 可是不吃的時候又回來了 那就是剛剛依依老師提醒說 那你這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改變飲食習慣 這第一個 生活作息有沒有改變這樣 還有上一次就是 洪蕙蜂主任來的時候 他有講 吃降血脂的藥 你不要說一直認為說 你就要降降降降降 他說其實還有一個研究報告 是說 它可以讓預防你的那個 冠狀動脈 就是說 硬化的問題可以減緩 是 所以大家不要這麼樣的恐慌 不過我來問一下坊間 大家很想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不要吃藥了 露食藥 台灣也有這個紅寶石 就是弱神 這也很好吃 也不用噴什麼農藥 中山大學王博士有做過 王校長做過這個研究 對 可是我們是五號 那怎麼樣 這個每天兩百世紀洛神 他就叫我們說 大概三四朵就好了 但是最好就是 就這樣直接泡就好了 洛神 我們很多民間 因為南部地區很流行 對 也有在傳統 洛神花雜 對 這個火也很漂亮 但是這個洛神吃的時候 你要注意濃度 因為本身吃起來比較爽 很爽 所以你說威武的人 你要注意 注意這個地方 但是洛神在中心裡面 它本身有活血花育的作用 活血花育 它這個 它是紅色的 對 它紅色的就是陸心的 所以它保護心臟 所以這個王孝頓做的 王政府孝頓做的 對 黃孝頓 因為我有去討論這個研究 那有研究報道 它有很多營養成分 而且它有抗氧化的作用 很好的 包括對於降膽固醇血脂肪 甚至防癌 還是說增加我們的 身體的免疫機能 都不錯 對 而且如果說你真的有些問題 你不能說光吃這個 還是要跟請教醫生 這個吃有兩種要考量的地方 一個是剛剛我們陳醫師提到 它比較酸 所以坊間你去喝落 落神花草它都會加冰糖 沒有 感覺喝起來沒那麼酸 沒有 就放糖 對 那就是太加糖 而且酸的東西要放更多的糖 所以它可能會放一些精緻的冰糖 那它的研究裡面 它是沒有加糖的 對 要特別注意喔 對 所以說我們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要買外面落神花草 你就跟他說不要加糖 或是自己在家自己煮 都喝得燙燙耶 喝不下去 所以他建議就是200cc 200cc其實就是一小杯而已 然後裡面就有250毫克的類黃酮 那類黃酮確實會讓血管的收縮 彈性比較好 讓血液的通透性也比較好 所以比較不容易誘發所謂的心血管疾病 對高血壓的患者 對高血脂的患者 其實我們之前都會建議大家喝綠茶紅茶這些 其實你有另外一個選擇 但是我建議就是說 如果胃不好的胃潰瘍的病人 其實就是飯後喝就好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飯中也會吃很多的油脂 對 沒錯 其實如果你要排油的話 解膩啊 所以其實落神花茶是可以用 只是建議真的不要加糖 那也不要不宜過多啦 一天大概200cc就好 大概差不多三四朵炮 這樣250 這是對抗肥油很好 過心中很好 但是對抗肥的人不說太好 因為吃雞食欲嘛 對 解膩又吃得多啊 東坡肉又來快啊 對吧 因為想說吃這個可以解膩 就多吃一點就對了 但是我知道有一個是鐵釘比較沒有效 就是你把它弄成蜜餞的時候 那個鐵釘沒有 鐵不粉 因為那個成分就跑了 對 降血脂的話還是要 就是用開水熱的開水泡 那你們會喝這個落神茶嗎 會嗎 自己做會嗎 會 感覺怎麼樣 飲料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還不錯喔 對啊 不要加糖喔 不要加糖 你們有加糖嗎 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加糖 你們有加糖嗎 沒有 這樣喝得下去嗎 就是你不要泡 因為一朵兩朵就是還好 濃度不要太高 姐姐妹妹他們是有在保養的 好 接著我們講天氣變化 有人說的這個春天的天氣 是今年來講是冰炭銅爐 一下子冷 冷一下熱 對阿 我們的心血管收縮 心臟在做工的時候 就比較吃力一些些了 你看 有人冰冷冷一冷 有心得更熱 暑暑暑的 暑暑 那真的對身體是個大考驗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則新聞 我覺得看了之後 覺得 心酸了 那你覺得心酸 一个单亲爸爸身兼素子 可是真的是来不及说再见 时间就快过了3月1号 午夜12点 民众直击叫车撞乔墩 停在车道上 宋一抢救的是62岁的临近驾驶 到院前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最后宣告不至 叫车撞乔墩 车内的空气囊爆开 却无法挽救赵武士驾驶一命 车体毁损最严重的部位 就在车头 交通警察调查发现 赵武士车辆在快速道路的路面上 没有留下刹车 驾驶有系上安全带 挡风玻璃也完好 但是车头已经撞烂 难道在撞车前 驾驶已经昏迷了吗 这个挡风玻璃上 并没有发现当世人 冲击玻璃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 他的头部并会撞击到挡风玻璃 我这从这里不舒服 生火 好像住了 62岁临近驾驶 身后留下两个女儿 其中小女儿甚至无法自理生活 这个辛苦的单亲爸爸 撑起了这一家三口 每个月只能领4872元的补助 3月1号这天深夜出门 前往工厂执行保全的职务 在快速道路上撞车的真相 却能等检警和法医联手检迷 3.15 陈震动张俊龙 台中报导 好 看这个新闻很难过 很难过 有感慨 这个新闻也上了头版 对 而且她的两个女儿也没有 她现在也没有办法自力更生 对 结人还做直销 还做防纵 还做保全 身兼三十 对啊 说出门的时候就胸闷了 不舒服 对 我们其实今天分享团的 立青姐姐 好像家里也是高危险群是不是 应该是吧 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去检查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没有去检查 对 目前都没有去检查不知道 但是就是我大哥跟二哥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 心肌梗塞的状况这样子 男大哥是去年的时候 就心肌梗塞 然后几分钟他就走了这样子 那他之前知道他的心脏 或是心血板问题吗 他可能觉得他有不舒服 然后他有去看医生 然后看医生不是只有一个礼拜 去看报告吗 对 要看报告 对 然后他当天要去看报告 那报告是下午要看的 然后他早上想说没事啊 就他在帮那个 职系做那个支援会的时候 开那个车 做制宝 对 他想说就去帮忙载一趟这样子 然后在载的当中 他就觉得他不舒服 因为他旁边还有坐一位 那个就是他的助手这样子 是 因为可能也没有常常在 可能小时候的状况 他觉得他就跟他讲说 我人不舒服 我这里不舒服 就我跟他说是哪里不舒服 他就边开车 因为他是不舒服嘛 他就边开车 然后就往那个路的旁边这样靠 然后他以为他要休息 因为他不舒服 他以为他要休息 又不是 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很不舒服 所以车子自然往那边靠着走这样子 然后因为他也 那个人可能也知道他发生什么状况 对 因为也没有遇过吧 对 他等到他救护针来的时候他就走了 几分钟而已吗 对 都几分钟而已 医生 我记得有医生曾经讲过 他说很多人心疼发作的时候 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因为那次就夺命了 是不是二哥也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吗 二哥他就比较早 但是他就有急救回来这样子 他现在有装支架这样子 他帮他做两次 大哥离开的时候 他那时候年纪是几岁呢 65左右 也很年轻 你算年轻耶 可是他平常 你就看他身体状况比二哥的状况还好 而且做志工行情也好 对啊 也没有事 所以我们安平 对啊 对啊 像我们一直在想说 应该先走 应该是二哥才对 对 没有预防 他比较有发作过 大哥的身体状况比二哥好就对了 所以立青你要注意 你的体肌就比较少于心肌隔室的体肌 所以你要经常去验 你的学子 他刚才说他都没去验 他都没去验 有啦 所以很早之前有去验过一次 多早以前 大概也是三四年前吧 定期体检 因为重点是说 他这个肥油的症犯的时候 我们心中需要大量的肥油的时候 肥油的症状的时候 你没有症状就要靠掉 肥油的症状的时候就要靠掉 血栓形成就要靠掉 所以就是要注意这体肌 所以我们太太比较少于散的 但是血脂肪比较少于高 这跟饮食可能有关的 不 比体质和饮食 然后在他所谓的饮食 当然你如果说有这个体质 你饮食又不注意 所以过得更容易 那立新我请教你一下 我们家人家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说家里面的 比如说会偏好吃甜 糖尖或什么 我是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 哥哥他们呢 哥哥 大哥其实他们吃东西蛮健康的 他还不吃肉 不吃肉 对啊 所以你看医生家是不是 反而二哥他都吃比较重 很多人血脂过高之后改吃素 那其实吃素要吃对 因为很多素食 包括里面的加工品 素食的加工品 或是素的那种肉排 素肉啊那些的 里面有很多是属于棕绿油 椰子油 那这个保护脂肪算很高 确实也会造成所谓胆固醇 增加的一个风险 对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我今天已经吃菜了 然后我的点心 像有些人他的饼干 他上面又写一个素 有没有 对 他会觉得说 这个至少没有猪油 而事实上你看后面都是棕绿油 棕绿油其实是饱和脂肪 所以它很高的油脂 它很容易塞住血管 所以很多人会很纳闷 为什么我已经吃菜了 为什么我血脂还这么高 代表第一个你喜欢吃加工的素食 那种肉排 假肉排 素鸡 素肉鸡 或是那种类似炸的豆皮这种 第二种就是 你可能是在正常的餐里面 你没有吃蔬菜吃足够 所以你会饥饿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去吃点心 素食的点心 对 我们会耶 对 吃菜的一种点心 那里面它很多都是糖 糖也会造成酸酸甘油脂过高 酸酸酸酸过高也是胆固醇 其中一个因素增加因素 所以爱吃甜的也是高危险群 就不是吃素就一定会预保三高 现在我们看很多的点心 为什么都会用棕绿油 因为它比较便宜 然后再来就是 比较便宜 它可以保存比较久 香气比较不容易降低 所以其实它在食品加工业里面 它算是很好用的一种油 那最重要其实它便宜 真的是便宜的 你姐姐家的人有这个问题 你如果看他这样 你怎么都没去检查呢 有啊 有什么的 为什么没去检查 这很多人都 我看我知道 但是我就没去检查 这样很好呢 好 回来之后 我们来听立心姐姐 她的想法是什么 单膝整个单身和穿漆 一定比例 一定比例 单身一不进 抗老化的风水酸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 你还好 快唱吧 我们拍手 我们没办法拍手 我们好痛啊 这说什么意思 不是 好像食敲手 会痛 医生这样会痛 观众朋友 你这样 扣一下 好痛耶 这什么意思 会痛吗 这个痛作就是我们手腕的 来 扣一下 扣一下 手腕 因为我们的心筋 心脏心筋 阻力过 所以我们利用敲打的动作 刺激我们心筋的功能 这个比较痛会不会是 你现在慢慢扣了 手腕是比较严重 不是 好 先慢关子 你其实现在慢慢敲OK 等一下搭不老单 但是观众朋友 你要注意一下 最近天气变化很大 我刚刚讲 冰炭铜炉 这是一种形容 但是中风 心肌 梗塞 真的是增加满多的 一定会的啊 还有你看 信念跟肥胖朋友 你还要特别特别的预防 不过在这里要请教 丽卿姐姐 家族史 可是你刚刚讲 健檐是五年前的事情 好的 但那个不是姐姐 那个是有的时候 我感觉不舒服 我就看医生啊 哪里不舒服 你又觉得好像 胸闷 没有 我就是觉得累累的这样子 所以怎么整天都累累这样子 是 神仙啊 然后看医生啊 然后我想说 叫医生开个药 让我舒服这样就好了 然后他就检查 就说血脂肪比较高这样子 对 然后他就是还好 不用说长期这样吃啊 然后他说 就是你 饮食要注意这样子 那你都没有去健檐哦 健檐有啊 做比较高阶的健檐 高阶 新血管的 新链土啊 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有 那不想面对还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目前还好 其实丽卿姐姐 现在他五年级生啊 也生年轻 但是如果像这个年纪 我们应该都要去健檐 因为丽卿主要是家族史 这要注意 在很大一步 所以说这都体质 所以你家的兄弟 脑袋的时候心肌梗塞的这些 这个健康一定要 所以 他一定是健健的 因为他最重要是他的那个 胆固醇跟血脂肪 尤其是胆固醇 我们这个低密度胆固醇 太高的时候 对 会从血管阻塞 对啊 像这位好朋友 对啊 这些胆固醇也没关系 但是他就永远面说 你看所有细血管的 全部都红字 好不容易有个绿色的 想说松一口气 然后绿色的是高密度 蛋白质两分钟 是40 就都一看 40要以上 刚刚好及格 刚刚好 如果39就红字啦 坏得很高 好的呢 那是刚刚好 边缘边缘啦 所以怎么会这样 可是 就他有勇敢面对 还有进步的空间 可以好好再保养一下身体 不错啦 他有吃定时吃药 然后他又有定时回征 我觉得这种事 这种事真的 相对他风险性是比较少 是 刚刚像丽心姐 她要注意家族史 那如果说是娘家 或者是公公那一边 有没有关系呢 对不对 妹妹姐好像也有这个问题嘛 对啊 我婆婆她的弟弟啊 两个弟弟都有心脏病 对 我婆婆70岁就发生了 要开刀 她都不开刀 然后到现在目前 也是心脏不好吗 还是心脏那个 半膜嘛 就是 无法正常的那个 对 这个我还有一个看法 除了我说 体育 遗传有这个血缘关系的 以外 这是婆婆一边的呢 不是 吃东西啦 比如说 她家的这个饮食胸 可能如果说 吃得比较硬 比较硬 有吗 她也比较容易 我婆婆是客家人啊 清洁啊 饮食习惯 她以前的啦 她比较早在是 悠悠悠寒嘛 对 悠悠悠寒 因为那时候家境比较清寒啊 对 以前那种比较做就是 出重工作的啦 其实它的 它的淀粉啊 油脂的量要增加 是 现在生活的一个环境 跟工作度 还有你的那个 所谓的活动度都下降了 对 刚刚美美姐讲的是 婆婆那一边 那现在如果比较有 直接关系是她的先生耶 那你先生有 又有又有又神吗 对 要不要这个又有又神 我先生健保卡 可以算得出来 应该两次吧 有不看医生的 有不看医生 她也不健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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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好吗 不敢面对啦 不敢面对 不看没事啦 她现在也是五年级生嘛 对不对 没事 四年级 四年级生 妹妹 我是建议说 还要多跟医生交朋友 对 如果有什么状况 马上跟医生 问一下 像医药人员都可以 比如说你可能有什么问题 你询问一下 有点一些征兆 譬如说 我们刚才说的 心肌肝肌肌肌 那些有点征兆是 是我们可以发现的 对 请问一下是不是胸闷 胸闷有很多种 对吧 还是说有的人手 是怎么 还是头脚 胸闷有几个种 对 对 有关系 会呆症你知道吗 胃熟道也会胸闷 胃熟道也会 后来 起床的人也会胸闷 但是心肌肝肌肌肌肌肌肌肌 所以要分 看一下 会引起火烧心 你知道吗 然后会引起心脏 那是两个问题 因為我們的火傷心在石道裡面 心肌梗是血菌和心臟 這不是 血流到心臟的時候 我們這個血有血栓去撞到 所以我們這個火傷心 跟心肌梗的症狀完全是不一樣 不一樣 心臟會稍微擺擺擺 要痛 稍微擺 我會手 因為是倒手 左手 他會倒手 所以會麻左手就對了 麻左手 是說左肩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就 可能比較無關 當然要請醫生判斷一下 或是你有一個小朋友 有在上網去查看 也OK 那是說你還是會了 胎膽固醇再管 這樣還沒鬆開 可能要真的認真看 對嗎 對 有的人說心肌梗的症狀 他還有很多兩種 只要是心腳痛 因為漸肆去撞到 因為又痛 這是心腳痛 心肌就知道 就是他的血栓形成了 就來撞到 太久了過不去 那個血管 我們心臟會跳 就是有三條主要的血管 要供應的血流 但是因為撞到之後 有一條血管 大條的 撞到之後 他的心臟沒有血供應 他就沒辦法跳 對 對 那心肌就很壞 我是不胖 但是有的感覺 像是 有九套 大象跟大象 很重 你現在有一個恐懼 我覺得應該就是 悶得很不舒服了吧 可能連講話都要很吃力吧 對不對 有人聽說過 他這個形容是說 好像整個前面的空氣 都被抽走這樣的感覺 所以那個壓迫感很嚴重 你會心生恐懼 就好像是快要窒息 那種感覺是不是 它會很窄的 很窄的 這個真的就是要跟時間在賽跑 你知道這個不舒服的時候 趕快放下溯的事情 趕快去看醫生 所以你的注意說 我們本身這個 血脂肪跟膽固醇 尤其是低密度膽固醇 他說不好的膽固醇 那個 那個數字如果很高的話 你這個就是有很高的 心肌梗塞的風險 今天說完不知道是 那種健檢 還是醫生的心理會比較好嗎 應該會 尤其最近又那麼冷 對不對 這樣我們也是 是不是也在做好事 做好事啦 做好事啊 就一個酸飲科啊 因為我們才好 他現在就跟我們拐公 就是你講 生理那麼好 沒有嚴重的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這樣啦 我們在預防勝於治療啦 好 現在要跟大家講 來有請陳醫師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在清晨是心臟病 就是病發的高峰期 這時候我們要怎麼樣保護自己呢 我們在冬天的時候 尤其是在期的時候 我們這個 辛苦 他的交感神經比較興奮 所以需要的血流量 它會很大 所以 我們如果說 消感神經的心臟 心臟收縮 但是因為我們在睡的時候 我們會流汗 你知道嗎 水分的增加 差不多600cc 這1公斤 在睡覺的時候 我會這麼發掉耶 會啊 這個那個床都是濕的 對 我們的麵皮來 這個床都是濕的 就是這樣 你用這剛年期倒汗的 我們的麵皮 我們的麵皮比較濃 所以其實 我們的水分一直在增加 對 所以灰就變更濃 這是要做什麼預防的活動 對 我們要以後 我們這個心臟學習慣的 這個冬天的這個 綜合心去見識 好 我們現在說要進廣告 好 這樣怎麼保護自己 還有不老單來的 手會痛嗎 要吃 好 如果你真的稍微 碰一下就好痛 那怎麼辦呢 好 一定要看喔 菠菜可以說是這個蔬菜之王 不是只有大力存所吃 其實我們建議大家 要常常多吃一點菠菜 因為它有豐富的這個葉酸 還有這個美梨子 葉酸是我們這個孕婦 在懷孕期間一定要吃的 因為它可以促進 我們這個胎兒的生長發育 還有我們的神經系統 組織的這個生長 是很重要的一個營養元素 所以菠菜也可以幫助 我們的造血功能 另外可以調節我們的身材的代謝 還有脂肪能量的代謝 可以保護我們的心血管的疾病 另外可以預防我們這個 骨質疏鬆 因為菠菜有很豐富的 鐵離脂還有這個鈣離脂 也可以增加我們這個身體的抗壓性 只是菠菜 它有比較高的這個草酸 所以現代人的這個體質 比較偏酸性 容易有結實體質的人 我們會建議 菠菜你可能要把它洗乾淨之後 把它燙過熱水 這樣的話 我們再拿來做打汁的動作 或者是來涼拌來吃 就可以預防草酸鈣的結實 好 今天要讓我們心血管的保健 一定要再加分升級 那剛剛我們特別聽到 國人嫌死亡的死亡原因 至少有五項還是七項 都是跟心血管疾病有關係 像糖尿病高血壓 對 還有像那個癌症聽說也有 所以非常多的 對 所以我們講 為什麼你也悔愛千賣了 最重要是那個 趕固存血脂 要控制得穩定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一定要一起來 擊退十大難搞文明病 那這本書裡面 其實翻開來 我們第一要擊退什麼 基本上是失眠人很多 太痛苦了 他也算是文明病 是醫嘛 對不對 好 那如果是 翻開來你看一下 第二項就是我們今天談的 心肌梗塞 那現在要請所有的好朋友 住下三月十號 三月十號 你要休息嗎 沒有 主要就是請你邀請 全家大小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好 三月十號下午四點鐘入場 在三種總院金石棠 內湖區城公路二段325號 我們跟大家分享 健康的一些知識之外 還請到了三種的 眼科全輝呂大文 本主任 零距離的來現場解惑 同時有好多的好禮 好 在這裡要送給大家 要來嗎 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健康有時候是用錢買不到 但是又有送好禮 你一定要來 誠摯的邀請所有的好朋友 好 趕快的 我們要來講這個主題了 清晨怎麼預防心梗或中風呢 我們剛才有說 他說因為雖然我們飛太爐 砍掉的變成血栓形成 所以我們就是要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開始要起床的時候 在五分鐘做伸展操 就是說我們的神經 這個交感神經 讓它比較穩定 就是不要太誇張 是嗎 跳下床 所以說你沒有一個人 不要太誇張 因為我們來說 小嫁 大概五十歲祖宜 會高危險群 你還不會嗎 還會 第二 第二就說 我們因為流很多汗 在睡的時候 不要流汗 因為我們 麵皮都淋了 當然 所以水要補充 所以這是睡前嗎 這睡前喝嗎 起床後要喝溫開水 所以你在床旁邊 就放個水壺 起床的時候就可以 但是要有人說 睡前喝的時候 大概兩百五的話 也不要讓血這麼惹嘛 睡前一個小時 不要 因為睡前一個小時 比較不容易 讓你一直跑廁所 那兩百CC的水 會讓你血液 比較沒有那麼濃稠 對 但也不能喝太多 因為一直上廁所 所以就兩百嘛 睡前或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 在床旁邊就是因為 我們在床旁邊 對 形成血栓 它會跟紅雪球 跟檔木村 形成血栓撤到 所以我們喝水之後 水液會比較通透 比較不會黏稠 所以它比較不會撤到 好 第三 早上站起來 一定要保暖 不要急用 對 要早上 因為你如果說 想起冷的時候 冷的刺激 它血液會升高 所以它心臟跟 腦血管 它都會收縮 所以它才會去撤到 所以要 抵毛或是說 要趕快打三 對 如果要出門的時候 可能要接班同行 因為很多朋友 早上都要去運動 對 早上 清晨 所以不要那麼早 而且還是說你是一個人 你如果出台時沒人看 我覺得 在這天冷的時候 不管你的帽子或圍巾 瘀還是貴 其實在地上還圍著 這樣就 你問我這個框頭就知道了 就是很保暖 對嘛 你怎麼都沒戴帽子 對 其實我那個時候 下節目我都有戴 而且我說真的 那個你只要頭部跟頸部 對 護好 整個就太暖了吧 對 還有就是襪子 襪子 頭跟腳顧好就好了 OK 好 所以觀眾朋友 這個保密的方法 你一定要記住跟學會 同時可以分享出去 那飲食部分也很重要 依老師有請 好 跟大家講說 你如果要照顧心臟 照顧血痕 要怎麼吃得好 對 吃對能量食物好心情 而且不會斷電 對 因為今天講到護身嘛 對 那我特別挑選六個食材 是我真的精心挑選出來 精心挑選 對 尤其是真的有心血管疾病的人 高血壓 血脂過高的 飲食裡面 第一個我挑選的那個蔬菜 是黑色的黑木耳 黑木耳 對 那黑木耳為什麼要挑 第一個呢 因為冬天其實容易感冒 那對心血管疾病的人 感冒又是加重它的一個 那個中風的一個風險 一個因子就對 一個因子 對 所以基本上它有多糖體的部分 另外它的膳食纖維 我們知道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把多餘的油脂代謝出去 它是一般蔬菜的兩倍到三倍以上 所以今天如果你吃了 比如說小白菜好了 或是絲瓜什麼的 那你倒不如吃一盤黑木耳 它的那個膳食纖維是非常高的 然後它吃起來 是不是有點滑滑稠稠黏的 對啊 熟熟味 對 跟海帶一樣 熬久一點的話 對 跟海帶一樣 對 所以其實這兩種蔬菜的口感 它是屬於所謂的水溶性膳食纖維 比較高的 它可以穩定 我們剛剛陳醫師提到 有一個糖尿病患者 它是不是也是高風險群 對 它可以穩定餐後血糖 高血脂的患者 它可以幫助脂肪代謝出去 所以這兩個其實 我是首選黑色的 那黑木耳跟那個海帶是很好的 好 那為什麼會選菠菜這件事情 菠菜在冬天是不是當時 當時 對 而且你們家南部的 你在說什麼 要拿押忍前說是 我們的燈妮菜 燈妮菜就是菠菜 小菠菜 你以為你也行的 小菠菜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要選菠菜 除了它綠色之外 它有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它營養成分裡面有葉酸的成分 對 葉酸是預防中風 目前在這幾年來講 它是一個很好很好的 預防的一個營養素 是 所以包括葉酸 包括維生素B6 B12 其實都是預防 所以我們其實 需要補充那個葉酸的部分 所以菠菜非常的多 菠菜 然後黃豆一定是首選 只要講到護腥一定是首選 為什麼 只要是黃豆做的製品 包括豆漿 豆腐 它本身有大豆一黃蟲 它大豆一黃蟲 也是我們剛剛提到 它對血液 血流的暢通是有幫助的 那大概要吃多少 我們建議 一杯豆漿240cc 加上一小塊的那個傳統豆腐 你就可以達到大豆一黃蟲的量 這樣就夠了 然後燕麥其實是美國已經證實了 他們建議就是一天吃20克到30克的燕麥 其實就可以預防護膚嘛 護膚飲食麵 它的首選就是燕麥 它是OK的 它是OK的 你如果每天吃燕麥 早上都吃燕麥 早上 你的胆蠱蠱蠱蠱蠱蠱 那個效果很明顯 大概兩個月 兩個月它明顯就下來 然後你也不要吃那種 就是裡面有湯 或者是說它不是 就是要純的大燕麥這一種的 才會有效果 那番茄 對… 番茄就是跟我們 其實跟陳醫師綜藝的理論一樣 是屬於紅色鹿蟲 紅色鹿蟲 為什麼要選番茄 因為在所有的這個 而且我選的是大番茄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番茄它熱量低 沒有負擔 它不會造成你肥胖 因為肥胖也是一個重風的風險 但是我們建議就是 裡面Beta胡蘿蔔素很高 那你看這邊的東西都比較清淡 這個番茄倒是可以做一點油炒的動作 比如說可以炒一點蛋 或是說用一點油 橄欖油 下去烤 用加一點橄欖油 所以其實我們有考慮到 就是這方面的人 其實你要吃到好吃 然後又要面試 番茄炒餐就很好吃 對 番茄是很好的選擇 還有打白飯這樣 媽媽的味道 對 而且它大番茄我覺得是首選 特別是妹妹老師 那個清清姐姐 你們應該要那個 包括你們自己 包括家人 先生 天天吃瓜 對 天天吃瓜 對 天天吃 謝謝易老師 好 不老單 上場 中醫裡面有兩個中藥 對抗凝血作用很好 還有一個就是說什麼 說單身 單身 對 第二就是說田七 到五十年前 大陸他們的研究 五十年前就有了 有一個叫單七散 單七散 單身跟川七一定比例 一比一的比例 是 你給它 你給它泡茶 是說二分 單身跟川七 它本身都是紅色 露心 你知道單身 它本身抗老化的作用 你知道 同胃 通血栓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保養 那是什麼 第二個呢 川七大家知道 川七也是五家科植物 五家科植物跟人生 那都是同一個科植物 但是它本身對人生來說 它就是加強它的這個 通血流作用 是 現在的人都吃得比較油 所以這個 這個叫川七散 川七 可以說是很好的保養 這兩個夾起來 叫做單七茶 單七茶 就是我們中醫都說不老單 對不對 不老單 結果使用的時候 一天要吃一次 一天要敗 尤其他說 比較有心血管問題 可以 可以 一天要吃一次 你再拋一下 那個回蟲的方式 當然 因為這個 有才 尤其是川七 它本身比較硬 所以你一定要先顏碎 對 味才會準 才會出味 所以就說 我就跟人家說 要拋一下 如果還有吃醬鞋子的油 人家可以吃這個 這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個油要注意 有一個油要注意 有一個油要注意 紅麴 紅麴 所以要吃醬血脂藥 病用紅麴 功率 因為會突然被說 受盡 對 對 有這個意思 就不要病服 不要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現在 現在 所以現在有很多 生爺 以前開醬血脂藥 都問你 你們有吃紅麴嗎 所以我們要注意 病用紅麴的時候 要一定要定期的劑 減輕血脂的濃度 最後我們要護疾一下 自己疾 真的很痛耶 手腕護疾36次 一次的話就做36次 這個到底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們的 心臟保養嗎 我們的手三心腸 不是疼我們的檔案這條 所以手三心腸疼這條 我們把它撞擊 互相的敲擊 會刺激我們的手三心腸的功能 所以對我們的心臟血管 真的要去保養 你現在說可以改善 胸痛、胸悶心臟不是的 但這只是保養 保養 還是要重更重 可是這樣一敲就痛是 表示我們要趕快去看醫生還是怎樣 這個你如果把它刺激 因為我們正宗神經 它已經比較有力了 你刺激讓我們的開... 不可能吧 都會痛,你會痛嗎 為我們的精神會很清楚 所以我們的血管 這樣也是刺激 精神會好一點 是 還不是還有那個醬壓溝 也是用後面對不對 醬壓溝是在後面 然後被人家來